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跟叫Larry的奥巴马这件事情 截止到现在 大概将近4860万人看过这段视频 下面有着无数的留言 包括马斯克有所留言 马斯克嘲笑了一个东西 嘲笑一个东西在哪 就是这件事情没有证据 就是主流媒体不报道是说 这件事情没有证据 但是呢 这个故事里面 讲述的故事里面 是讲奥巴马被一个开Laymond 他养豪华车 其实就是开Laymond Z 在美国的赌场 在美国主要是赌场 Laymond Z Laymond比较多 所以那个人就留就说这么一句话 说应该在Laymond Z上肯定是有证据 你肯定可以在那找到证据 然后呢 这个马斯克就笑 就一下就嘲笑 所以马斯克同样也掺乎进去这件事情 因为你表态了 就掺乎进去这件事情 这是这个氛围 所以我想说氛围就是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人们就这么看着 就这么等待着 他讲这件事情 要看真正这个男人展现出来的一切是什么 而他焦点在 焦点本身呢 全是众所周知的焦点 美国在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真的 根本性改变 因为在我眼睛里 这件事情就等待着奥巴马了 被定罪的骗子 艺术家声称 99年买了可卡因 跟奥巴马发生的关系 卡尔松在今天将放这一段东西 2008年 他曾经提出过严厉的主张 但是无法提供证据 而卡尔松在采访时 就引起了整个旧的争议 我个人也不想太多去评价 有朋友说 涛哥你害怕了 不是害怕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我们得严肃地看 美国历史 可能因为这段视频 而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历史 因为它是一个揭露真相东西 奥巴马将如何应对 这是奥巴马 对我眼睛里看到 对奥巴马巨大挑战 很难应对的 就是如果坦白的话 你就 你就自己跟大家有交代就行了 所以 这是求扔给了奥巴马 那奥巴马可以告 可以告这个卡尔松 那如果去告卡尔松的话 那这事就行了 换句话说 奥巴马 能否向公众 敢坦诚地去面对 就是一个最大测试 而整个美国媒体 就几乎就停留了 卡尔松采访这个骗子 被定罪的骗子 然后讲述了整个背景的故事 这个人叫拉里 辛克莱 在99年发生的事情 那辛克莱 08年曾经拿出他的指控 在新闻发布会上 但是呢 新闻发布会上 新闻发布会本身上 就被抓了 因为他们说他没有证据 那卡尔松的预告片里 谈到说 他给了奥巴马 250美元 买可卡因 他们俩吸完之后 就发生了 发生了关系 然后讲述了 这是一个 卡尔松说 这是一个可信的资讯 他正在吸食可卡因 并与男人 做这样的事情 星期二晚上 奥巴马个人办公室发言人 拒绝回答 Daily Mail的 要求评论的要求 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说 他也没有说真 也没有说假 而辛克莱有着 完整的冗长的犯罪记录 伪造欺诈盗窃 在亚利桑那 佛州 克罗拉多都服过刑 08年当时 Politico报道了这个故事 被主流媒体 故意忽视了故事 因为无法证实他的职贡 所以08年当时 奥巴马 奥巴马已经成为总统了 07年 已经成为总统了 所以应该对美国人作为一个交代 而不是单纯的要求指控者 提供证据 所以这是一个 因为他是08年6月份 在国家俱乐部 华盛顿DC 讲述了这件事情 与奥巴马两次联络 一次是在豪华车的后面 另一次是在伊利诺斯州的酒店的房间里 不是一次 因为这个细节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细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故事就 因为一次可以算作借口 如果两次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环境里 其中一次是在雷蒙斯里里面 所以第一次应该是在雷蒙里面 因为是那个卡车司机 是那个雷蒙斯里司机介绍 他说在请求帮助与某人联络 集会时 豪华车的司机 介绍给了奥巴马 介绍给奥巴马 而当时是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 随时会用他的真名跟职业介绍自己 那就很可怕 真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 自由派媒体博主 显然向华盛顿DC的警方报警 然后特拉华州的公开抓不灵 就把他新发布会给结束 就当时给结束 因为他身份不一样 当时的奥巴马是总统 十多年之后 十多年来 辛克莱的主张被认为 是阴谋 是胡说的 但是呢 卡尔松在博客中 却重新展现了这一部分 上个星期是这样的 那当时卡尔松说 08年 奥巴马如何如何 抽着大麻 那拉瑞自己说 那拉瑞自己说 我会签署一份宣誓诗 我会做一个测谎试 测谎仪 那他做到了 他补充了这点 所以在他自己 就是揭秘者 证实了自己讲的话 是真 这个看来 你让我说 现在真正给予 能够答复的 只有奥巴马本人 因为你让 让这个人 我们也想象不出来 但奥巴马还活着 对不对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谁 他公开说明 会怎么样 所以这是 美国处在一个历史时期 因为是一种真相 寻求答案的时候 08年 他当时没有透过 事实检测仪器测试 然后公开指责奥巴马 当时是有过这个说法 在法院的新闻社上 那辛克莱的宣誓 令人质疑 04年 曾经签署过宣誓书 宣誓书说他自己是重病 他试图驳回戴布林 但他还活着 所以这是英国的 美日电讯在报 卡尔松四月份 就讲卡尔松自己的状况了 这个就没什么了 纽约时报报道说 卡尔松在传递着一个 传递着一个 带有高度冒犯性 和粗暴言论的私人资讯 这是讲他卡尔松自己的事情 我们只能说 我跟大家更新这一段故事 就是我们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如果事情这么下去的话 就这么做的话 会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爆炸性 因为主流媒体将如何面对这件事情 而目前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川普的故事 美国的社会是2023年 不是2008年 所以中间这过程15年 发生了太多故事 依然正在发生 而美国的社会已经出现了 历史性的决裂 那卡尔松 我们看到4800将近 4900万人看过他的预告 那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看 所以应该是奥巴马 有责任给予答复 但我们不清楚他会怎么样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